年轻又多金是很多人的梦想 而来自台湾的年轻创业家 他叫江建亨 顶着富二代的光环 却坚持要走自己的路 在大学时代靠着投资股票 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现在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企业家 一起创业 成立了iDreams公司 鼓励年轻人勇敢的追求梦想 带领一身黑 压轴登场最新的主打歌 让歌迷等待多时 大家都认为很值得 人际歌手陈以彤在舞台上 忘我陶醉深情的演唱 还有东森新人王小朋友 于磊 郑启齐 于心凌 Tony 曾果瑞 轮流接棒 梦幻偶像之夜两小时 热血远出 毫无冷场 一开始就唱了我的新专辑的主打歌 只以义无所居 然后我就想说应该唱一些 可能像经典的歌 像对的人大家都知道的 那办这个活动主要是因为 我们公司刚成立 想要借这个机会 可以服务大家 也接认识大家 iDreams初始提升 为了这场演唱会 背后却准备多时 场地选在灯光舞台 音响都一流的Club Nokia 门口铺取了红地毯 欢迎名媛贵妇 帅哥美女 震伤米流 第一场歌友会 伴得嘎嘎叫 迅速打响知名度 知道他来 开演唱会已经要来 非常的开心 已经期待了很久了 感谢各界热情捧场 为了提倡健康娱乐 惠提尔市7000平方尺的豪宅 户外篮球场游泳池 设施齐全 屋内休闲娱乐 餐厅厨房卧室应有尽有 在南加州创业 设立第一个留学生会馆 以过来人身份 要当海外游子的后盾 iDreams就是有几个留学生 来到这边发觉 遇到留学生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整个就组织起来 想要解决留学生的问题 因为组织成员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跟台湾人 那本身的背景 就是富二代比较多一点 不避讳 富二代的身份 其实江建亨高中 开始玩股票 大学读传播系 却成立交大第一个正研社 教大家投资股票 赚到他人生第一桶金 是交大传奇人物 年轻多金的他 鼓励年轻人 要勇敢追求梦想 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然后果然走到自己的目标 然后接下来就是去执行 然后不懂就是问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 其实最大的本钱就是时间 你没有什么怕输的 你哪怕你输个五十万一百万 很快就赚回来 不怕失败 江建亨成功经验大分享 与好朋友一起创业 iDreams一步一脚印 要从洛杉矶出发 在全美打造全方位的留学生服务王国 东人新闻李中瑶 吴中国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